從這邊 蠻深的 很深喔 彎腰鑽進防空洞 走進裡面 別有洞天 居民說這裡可以躲進二十個人 雖然空間不大 但是很堅固 另外你很難想像 這裡其實是一間手搖引電 我們那邊 光倒過來的話 我們至少可以在裡面比較安全 所以我們平時就是要打掃比較乾淨 然後住的話 就如果剛好有發生什麼那個的話 我們可以住在裡面 嘉義市國光新村 以前有八個防空洞 目前能使用的一個在飲料店 另外還有一處也很特別 就隱身在宮廟裡 用力推開香油前的捐線箱 防空洞就在樓梯旁 還有民眾特地來這裡 提前勘察動線 特地先來看防空洞的位置 空襲來臨的時候 我們就是趕快可以 很準確的找到位置就可以 再往南走 高雄也有日據時期留下的機堡 厚實的拱心水泥屋頂 過去專門停放戰機 避免遭到轟炸 隨著時代變遷 現在也已經被改造成名宅 有可能會進去躲 為什麼 就是一個 知道它是一個防空洞嗎 它的防禦能力比較強 時代更迭以前留下的防空洞 被改造的千奇百怪 也留下了歷史痕跡 現在面臨台海緊張局勢 讓這些隱藏版的防空洞 得以重見天日 近新聞李宜清 余家瑋 黃柔柔採訪報導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